我們首先來看這一波韓國瑜陣營 所採取的法律攻防戰 這個法律攻防戰 從它的做法來看是沒有錯的 那現在韓國瑜陣營強調就是說 整個罷函的法律動作 從韓國瑜任期滿一年之後 才可以開始發動這個罷函 可是呢 這些連署罷函的連署書 有一些是在韓國瑜任期滿一年之前就收集的 所以從法律程序上來看 這些在韓國瑜任期滿一年之前就收集到的連署書 到底是不是算有效的連署書 那麼這是韓國瑜陣營目前攻防的策略 我說從基本的動作來看這是對的 可是我也必須強調 韓國瑜陣營做這個動作太慢了 他應該要在成案之前 也就是罷函陣營把連署書送到中選會之前 就提出這樣的一個動作 告訴中選會有一些申請書 他的連署的時間是不對的 那麼讓中選會去做把關的動作 那太晚就會造成 現在罷函陣營就說了 說你這個根本就是怕輸不起 所以在裡面一直耍手段 那我們必須講罷函陣營他會這樣講也不意外 因為他反正就是高調的全力的要罷函 那我也必須強調就是說 韓國瑜的陣營動作慢 也會讓有一些高雄的朋友覺得說 那你是不是先前太過於大意 太過於輕忽 那如果你太大意太輕忽 那就表示韓市長是不是覺得本來罷函一定不會成案 或者一定不會通過 那有的時候你知道民眾的心理是這樣子 你越覺得不可能 我越讓你看看搞不好有可能 那這樣的一個攻防坦白講 對韓國瑜也是不利的 所以我必須講就是說 現在採取法律措施 雖然是本來就應該做的事 太晚了太晚總比沒有做好 可是除此之外 韓國瑜可能除了繼續努力市政之外 也要在論述上讓高雄市的市民覺得說 這個罷函在現在也許不需要 不然韓陣營低調 罷函陣營高調 那高調的人就會掌握話語權 就會影響民眾的心理 那坦白講從策略來看 這個對韓國瑜陣營也是不利的 但是這也不表示說 韓國瑜陣營也要很高調 然後很大聲的去跟罷函陣營吵架 吵架不見的是好事 也許他透過幾個高雄市的意見領袖 然後也是一樣低調 但是聲音要出去 不然只有一方的聲音 這個對韓國瑜陣營就會非常不利